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打独斗是否能增加胜算呢 分析人认为要单飞不是不行 只是独立上阵 火箭就必须做好失去马来选票 甚至丢失一些州政权的准备 而且国民联盟这一次表面上虽然只拿下了两席 实际上实力不容低估 时事评论员许国伟指出 国阵在马六甲州选齐开得胜 主要原因离不开基层组织强大 基本盘稳固 加上不同内部团结 强大的稳定发展牌也奏效 才令国阵一鼓作气 重夺甲州政权 反观西蒙 在国盟分散马来选票 以及选情垄断的影响下 加上收容跳槽议员引起诟病 最终只保得住五个席位 比起上街州选掌控15席 战绩残不忍睹 社交媒体上甚至涌现 要求西蒙主席拿杜斯里安华 下台谢罪的声浪 许国伟认为 虽然在接纳政治侵害仪式上 安华难辞其咎 但也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西蒙上下都知道 西蒙是需要马来票 也需要能够进入马来区 所以西蒙其实也是默认了这个策略 因为现在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行动党他没有办法给西蒙带来马来票 那么行动党他为了保住华人票 其实他跟公正党还有神信党之间 还是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的地方 那现在行动党能够单飞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就要看行动党 你厌不愿意冒着 失去雪兰州 还有深美兰州政权的风景 然后到最后呢 你很可能只有守住槟城而已 要知道 没有马来票 基本上行动党要在执政 这老实说真的是很难 此外 西蒙这次另一个败笔就在于 诚信党操弄宗教课题攻击伊斯兰党 最终却两败俱伤 因此在来接大选 西蒙要重振旗鼓 除了要思考如何吸引马来选票 还必须慎重考量 应该主打什么样的竞选议题 才能重新挽回选民的信任 激起他们的投票热情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西蒙的领导层 很显然的刚刚我们提到 他们计算他们的计算太多 而忽略了选民的真实感受 而这些精英的领导层呢 其实都面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断层 也就是说他们整个领导层 你要嘛需要重新洗牌 可是新一代的人是不是能够接着上来呢 那如果没有去大洗牌的话 这一个同样的领导层 还是会犯下同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 国盟虽然只有土团党拿下两个州议席 但分析指出 如果与上一届大选相比 土团党和一党这次在一些选区的得票率 有所增加 其中不乏排斥国阵 同时也对西蒙失望的情绪票 许国伟指出 上届大选土团党由敦马哈迪领军 在西蒙奇之下赢得两席 但这次由丹斯里慕尤丁领航 同样斩获两席 此外 虽然土团党这次普遍推举新人上阵 但宣传海报和布条上 慕尤丁无所不在 证明对马来选民而言 慕尤丁有一定的号召力 土团党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尤其在乌党的强势攻击之下 他还是能够胜出两席 说明乌统还没有办法完全消灭土团党 那么对于下一阶大选以后会来的话 乌统他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真的要权力 权力地攻击土团党来消灭他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他要不要考虑跟土团党好好的来协商 谈到伊斯兰党的作为 分析认为伊党涉足马六甲的目的 并不是追求胜选 而是分散选票 以作为筹码和各阵营谈判 成为左右形式的造王者 因此在来阶大选 伊党将成为国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加上伊党主打的宗教议题 也会对国盟在争取非马来选票上 形成影响 所以国盟同样挑战重重 马兴社电视 李渔晴采访报道